马来西亚成立至今近一架子 但是苏陆苏丹后裔仍旧对沙巴主权紧咬不放 我国如今正式入禀法国巴黎法庭寻求撤销仲裁庭 对这起案件的最终裁决 理由是做出这项裁决的仲裁员之前已经被撤销资格 因此这项裁决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是违法的 首相达都市里伊斯麦沙比强调 政府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不会动摇 尽管沙巴共祖马来西亚已经60年 但苏陆苏丹后裔仍然坚持对沙巴拥有主权 首相伊斯麦沙比里今天发文告表明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 沙巴是我国一部分的事实 已经获得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认 因此任何所讨沙巴的行动 我国都将不予理会 沙巴主权纷争在一起的原因得追溯到去年6月29号 当时西班牙籍仲裁员斯丹帕 被马德里高婷撤销仲裁员资格 不过他不服判决将仲裁地点转移到法国巴黎 并在今年2月28号发表最终裁决 裁定我国政府违约 必须赔偿苏陆苏丹后裔150亿美元 约626亿令吉 伊斯麦强调政府严肃看待 包括沙巴在内的国家主权课题 况且斯丹帕已经被撤销仲裁员资格 他所做的最终裁决应被视为无效 苏陆苏丹后裔采取的国际仲裁也是违法的 因此首相宣布 我国已经在这个月3号入禀巴黎法庭 要求撤销斯丹帕所谓的最终裁决 确保不会再有任何国家 任何仲裁员以此作为依规 我国也无需如裁决般 得赔偿苏陆苏丹后裔636亿令吉 伊斯麦重申我国立场就是要一劳永逸 解决争端 我国捍卫主权和沙巴地位的决心 一寸都不会退缩